还有一条佛陀讲的不要去沾钱 佛陀教我们对钱千万不要去摸的 修行人一沾到钱名义就很不好 那现在也有很多苦行的他不沾钱 人家丢钱给他他出去化缘人家丢钱给他 他就用筷子夹手不碰钱用筷子夹总可以吧 其实也是不可以的其实也是不可以 他手不碰钱你这个贪念会没有 你的生活够了有人供养就行了吗 只要有人供养你的吃啊 其实其他的没什么呢 穿衣服都很单纯的住的也很单纯的 那时候这个提倡啊大企业提倡啊 他是在树下住的住在树底下的 住在总间的就树木跟树木的中间的 坟场的 根本没有什么很漂亮的房子可以住的 那个都是佛陀本身的这个 这个教训 另外就是不喝酒 这个酒因为可以乱会乱性 平时没有胆的人喝了酒 他就变成有胆 他的这个不是说有胆啊 总之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酒一下去他就是讲话就是什么话他都讲了啦 连这个天上的一房大地啊 这个这个祖先八代通通都请了 所以酒这个东西容易造业 他会造出很多业 我是很好的 我以前喝酒 我从来没有乱过一次 连一次都没有 我是越喝的越醉 他就越安静 干脆就不讲话 越喝越多就是就一直都不讲 平生醉过三次 第一次就是测量学校啊 这个爬墙出来 到那边喝高粮 晚上 第二天早上早点明的时候啊 整个这个部队里面都还在 酒精味那么重啊 第二次是在那个罗逸群的家 也是喝醉酒 那个罗逸群 轰炎那个罗逸群的家 那么第三次 是跟人家拼酒 不是我跟人家拼酒 这是两个人在拼酒 那么我就跟他们两个讲 这个谁赢啊 或者谁输 通通我喝 这个当然会醉啊 就是平生三次醉酒 以后再也没有 我保持很平静的这种 饮酒的这种酒品 一直到现在 那这个酒当然 世尊也借 在这个天图啊 就是印度流传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事情 一个修行人 他住在深山里面 那村子里面的人 都知道这个山里面 有一个修行人 他们很喜欢供养修行人 就把东西啊 这个食品啊 拿去供养 就主动地去供养 这个修行人 那么这个行者 是住山的行者 他不希望这个 这个村庄的人 太接近他 那么他就画了一个界限 他说你们要供养我的东西 就摆在这里就好 啊 摆在这个 一个范围 距离差不多 好像我们讲说啊 五十尺之内之外 你放在那里 不要靠近 这个修行的人 那么有一个 有一个女的啊 她每次就供养这个 这个牛奶 就是牛奶啊 或者羊奶啊 就放在那个五十尺的地方 那供养很久 这个行者也知道 哇 有一个这个女子 她每一次她都供养 这个很新鲜 很好喝的这个 羊奶啊 牛奶给她 那么有一天呢 这个 这个女子 她就是 这个跟这个行者讲 她说啊 她希望能够瞻养 这个修行的人 她供养很久 都始终都是 远远的看不清楚 她希望能够看到 这个行者 那么已经很长时间的供养了 将近差不多 快一整年的供养 那行者就有一点 同情心 她说好吧 你就接近到十尺这里来 看一下这样 我那女的长得很美很美 那女的就是在 在瞻仰这个行者 那么行者也看了她一眼 也不说什么 就是这样子 老真啊 入定 那么以后呢 这个女子每一次拿牛奶啊 别人都拿在这个五十尺 她就特别一点 她就拿到十尺 拿到十尺 就就这样 两个人这样对看 这样对看 那对看呢 这个女子在十尺的地方就发源了 她说 她听说啊 这个宜家室 修行的这个宜家室 她的掌心啊 是会这个 好像是说 是会很烫 很烫 而且会冒出一种 好像像烟一样的 只要硬了气以后 她掌心会变得很烫 她就跟这个行者 这个求证 她说 你能不能 知道 让这个宜家室 修行人说 掌心不是很烫吗 那么能不能 这个好像说 看看你的掌心呢 这个修行人 行者啊 她就认为说 既然让他到十尺 那给他看看这个掌心 又有何谎呢 那就手就伸出来了 让他看啊 他就不止十尺了 他就爬进来一点 看看他的掌心啊 然后就是摸摸看 有没有烫啊 这一摸啊 哇就触电 哇就电到了 那么已经用眼睛跟眼睛 已经对视了 又索又碰着手了 那么再来呢 再来 就是这个行者 到最后就去牧牛跟牧羊了 他行也不 修行也不用修了 他就去牧牛跟牧羊 这么原来的这个牧羊女 他就去抱小孩 他就在喂奶 抱小孩 他就在那边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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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